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Python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mini-konda Python的包管理器 再见PIP 屁捕工具报 是这样 截止到今天为止 我给您介绍的所有的Python的课程当中 我使用的都是PIP安装工具包 不过最近我有个需求 什么需求 就是说我的虚拟环境中 可能要匹配不同的Python的版本 这个的需求 PIP是没法实现的 那么怎么办 只能使用Konda 是这样 Konda界一般是有两个版本 第一是AdaKonda 那个是深度计算中非常长的包 但是那个工具包非常非常大 大概据说有1500个工具包以上 您安装它就要安装1500个工具包 是不是显得有点沉重 太肥胖了 对吧 所以说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个工具是 mini Konda 它是AdaKonda的一个缩小版 mini size 对吧 咱们用它 首先说用它 咱们能够完成AdaKonda里面的所有的功能 同时它还非常的短小精悍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一个 我使用Konda这个工具 咱们管理Python的虚拟环境 同时管理Python的第三方的包 该怎么做 首先我先给您看一下它的官网 其实它是Konda的官网 只不过AdaKonda我是非常不喜欢 太肥胖 所以说我一般用的都是mini Konda 好不好 而且mini Konda的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我已经都给您总结到我的文档当中 您看我的文档就足够了 这是它的官网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版本都可以安装 我今天给您安装的是Linux版本的3.8 虽然是3.8 但是咱们安装上之后 咱们在建立虚拟环境的时候 咱们可以设置任何版本的Python 甚至是二版本都可以 咱们马上就干 书干就干 马上开始 怎么做 马上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咱们先进行mini Konda的安装 我在本地开一个终端 最大化 然后咱们先敲一个Konda看一下 我本地并没有安装 那咱们马上安装 先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加清评 然后干什么 是这样 您可以通过下载 然后直接就能安装 我给您做了一个简单的脚本 您按照我的脚本做 显得更加的好理解 首先咱们要下载哪个文件 咱们先声明一个变量 没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再声明一个安装到哪里去 声明这么两个变量 对吧 接下来 接下来我先下载咱们安装的脚本 Go 大家请看我的网速怎么样 每秒钟10兆 太棒了 所以说很快就能下载下来 88兆 对吧 OK 下载完之后咱们做个清评 然后咱们干什么 咱们把本地的这个文件改成可执行属性 好不好 OK 接下来我就要进行安装 用这个命令进行安装 因为我的前面都设好了 安装到哪里去 对吧 所以说咱们直接安装就可以 Let's go 清下屏 Go 输入一个超级管理员的口令 这个安装应该比较快 不会太花时间 好的 安装成功 马上清评 这样的话咱们再敲空打 就能够看到 我已经安装上去 我敲这个 版本确认 看我安装的是哪个版本 大家请看 安装的是483 对吧 当然咱们直接打空打的话 它会把所有的这个命令行选项 都给咱列出来 完全的没有问题 好 咱们清空 好 然后咱们干什么 首先 咱们如果想用python的话 咱们像我来说 第一关心的就是说 如何建立虚拟环境 如何在虚拟环境中 安装管理各种各样的第三方的包 那咱们马上就干 因为咱们安装上之后 所以说咱们用这个空打info-e 看一下它的环境信息 好不好 Let's go 大家请看 目前我只装了一个虚拟环境 这个是base 就是最根的虚拟环境 它是用的我的这个目录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咱们先在装这个虚拟环境之前 先看一下这个空打 默认给咱们装了哪些个包 好不好 看一下 清平 大家请看 这个就算是mini空打 对不对 但是它给咱们装了包 也不mini 好像还是很多 大家请看 它给咱们带了一个python的版本 是383 这个应该就算是比较新了 对不对 但是最新版本应该是385 好像是 好 不管 那么咱们怎么做 咱们有了最新的这个包了 然后咱们进行建立一个虚拟环境 怎么建 大家请看 用这个命令 空打 空格 create 建立 杠 N N什么呀 内幕 对不对 建一个 比如像我建一个 一般是这样 作为我个人习惯来说 我建的虚拟环境都喜欢前后加一个下画线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个下画线 后面还有下画线 好不好 我就是说我建一个下画线 pml pml什么意思 p是python ml是机器学习 换句话说 我建一个本地的机器学习的虚拟环境 然后我采用的python的版本号是3.8 这个地方您可以为这个虚拟环境单独指定一个python的版本 这个是我用空打的主要原因 好 咱们试试 建一个 马上开始 go 然后选择试 它会在咱们虚拟环境当中默认的安装一些个包 这个是这个pip这个v env所不一样的 pip一般不给咱们装什么东西 大家请看 装完中 它会提示您可以用这两个命令进行进入虚拟环境和退出虚拟环境 好不好 咱们记住就可以 好 咱们清评 清完评之后干什么 咱们用刚才的虚拟环境确认命令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虚拟环境 大家请看 目前我有两个虚拟环境 一个是刚才的base根 对吧 一个是我刚刚建立的咱们机器学习的虚拟环境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要进入我刚刚建立的这个虚拟环境 用source命令 当然用刚才的空打activate也可以 我今天采用source命令进入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刚刚咱们建立这个基地学习的虚拟目楼 对不对 然后咱们打空打list看一下 当前这个虚拟环境 清评从来 咱们当前这个虚拟环境给咱们安装的所有内容 咱们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python的版本变成了385 就是说3.8的最新版本是385 它自动给咱们做了更新 非常的好 对不对 非常的好 OK 那么这样的话咱们再通过这个python杠位 因为我现在进入到了我的基地学习环境当中 那么我用python杠位就能够看到这个385 咱们试一试 清评 注意看 我本地的版本可是383 382 但是我的虚拟环境 空打给我用的是最新的版本 非常的完美 而且在咱们这个生产部署的时候 咱们一直要用最新版本吗 突然间比如说这最新版本出问题了 咱们需要退回到上一个版本 咱们用空打也能够切换 非常的好用 好 咱们看完这个python 咱们再看一下什么 位置 看一下 我这个385这个python的执行文件是哪个路径 好不好 马上看一下 Go 大家请看 它就是我这个空打的虚拟环境下的python 没有问题吧 从而得正 好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我就要在这个虚拟环境中安装一个包 安装哪个包 安装 囊牌 这个是数组计算库 咱们在安装之前 咱们再确认一下 咱们已安装过的包 大家请看 并没有囊牌 对不对 那咱们马上安装囊牌 一行命令 空打空格 install空格 囊牌就能够安装 如果有朋友说 我想指定安装哪个版本的话 你在囊牌的后面 直接等于一个版本号就可以 我今天就安装默认的最新版本 Let's go 还有提示 是不是要装这么多包 咱们选择是 而且空打有好处是什么 咱们如果用PIP安装的话 相当于是说 它下载包的原文件 需要一个本地编译的过程 用空打的话 它就直接下载二进制 直接安装 这应该也是说 空打稍微快于PIP的原因之一 好不好 安装完成 清评 马上看一下 空打list 囊牌在哪了 在这 大家请看 已经安装成功 版本是1.19.1 这个应该也是最新版本 没有问题 好 清评 好 那么咱们装完了之后 咱们要退出这个环境 该怎么退 大家请看 用空打deactivate 就可以退出咱们机器学习的环境 注意看 大家请看 退出之后 前面提示符就不见了 然后咱们在本机 相当于是说 这个base环境下 咱们再打一个空打list 大家请看 这个numpi就不存在 而且是本机的虚拟环境 好不好 OK 这就是大概的建立虚拟环境 和使用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 我给你演示一下 因为有的 咱们从这个 尤其从这个github上去 咱们下载一些个包 比如像现在 我最近遇到一些个问题 就是说 下载一些个机器学习的包 它可能只能匹配到python3.6 或者说3.7 那么怎么办 咱们再需要建一个 稍微老一点的python的虚拟环境 今天我就给您建一个 大家请看 我要给您建一个建立虚拟环境2 咱们干什么 咱们建一个python3.7的虚拟环境 这个是peep不能够做到的 咱们今天就能够用空打做到 马上试一下 go 我建一个叫什么 叫做下滑线 p p是python tf是什么 tensorflow 咱们建一个python3.7版本的 tensorflow的虚拟环境 好不好 ok 建立完成 清平 然后用sauce命令运行 其实是这样 sauce命令是以前的做法 最新的做法 它推荐您使用空打activate 但是我比较习惯使用sauce 那我就使用sauce 好 咱们开始 进入到咱们刚刚建立的虚拟环境 然后空打看一下 这个包并没有变化 咱们看这个地方 python它给咱的版本是377 并不是最新的版本 3.8了 对不对 ok 那咱们用python-v再看一下 确认咱们现在使用的版本 377 没有问题吧 好的 然后用的是哪个python呢 是这个虚拟环境下的python 那么咱们在这个虚拟环境下 就可以去安装tensorflow 对不对 因为安装tensorflow时间比较长 我就不给您安装 对不对 但是咱们可以去用这个空打search 咱们去搜索一下 看我能不能安装tensorflow 它会搜索空打管理的信息库 大家请看 是可以安装这么多个版本的tensorflow 2.2啊 是吧 2.1啊 2.0啊 都可以安装 包括这1.15也可以安装 OK 安装的命令很简单 跟它安装囊牌一样 咱们用这个命令就能够安装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 我就不给您安装了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干什么 退出这个环境 现在我本地 其实一共有三个虚拟环境 对吧 咱们看一下 退出之后 咱们打空打空格 info -e 大家请看 有个base 有个机器学习 还有刚刚建立的tensorflow 对吧 然后呢 我怎么删除这个虚拟环境 很简单 大家请看 我下面给您准备了 如何删除虚拟环境 用空打 remove-n 指定 您要删除哪个虚拟环境 这个地方指定一个名字 我是下化线 ptf 然后空格 -o是什么 是说这个虚拟环境附带的所有的信息 都要删除 马上删除 肯定要删除 对不对 好 go 是否删除 是 删除完毕 删除完毕 清空 然后咱们再用这个info 刚一看一下 环境中只还剩下两个虚拟环境 非常的好用 没有质疑 对不对 而且 这个空打呢 它可以自我更新 是用空打 update 空打 就可以完成自我更新 如果空打有新版本了 那么通过这个工具呢 您就可以自动的更新您本地的版本 因为我现在呢 没有这个SU度权限 所以说他说我没有权限进行更新 Ubuntu的朋友呢 前面要加一个SU度啊 就可以更新 好不好 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呢 空打真的是一个我认为强于pip的管理工具包 今天呢 做个视频 分享给大家 非常的好用 也许我小马视频频道 今后的 给您再讲解python code的时候呢 就会使用空打给您讲解 好不好 希望您呢 喜欢空打这个工具包 反正我现在已经非常的喜欢空打这个工具包了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咱们不用pip 而有另外的一个包管理器 空打的具体的使用教程 希望呢 对您的学习有所帮助 好 今天的内容呢 就这么多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呢 您可以下载在本地运行一下吧 OK 这个视频就这么多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并且呢 点赞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